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先伯父的生平事迹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 我们请袁云章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品杯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就是天津市武清区的永安公墓 在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的戏曲名家都在这里长眠于地下 有的是立起了墓碑 墓碑就是它的骨灰一孩埋于地下 还有一些纪念碑 纪念碑就是虽然骨灰一孩没有在这里 但是呢仍然立起了纪念碑 为他们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的先伯父 我恕罪说田启山 和我的先父恕罪说田应庭 为他们立起来的纪念碑 说是碑啊 应该是从广义的说是没有错的 实际上碑有几种 细长直立的应该是叫碑 这样横宽的应该叫结 所以碑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那广义的说都应该叫碑 还有呢 埋在地下记载这个先人的一些事迹的 字比较小石头比较小 埋在坟墓里边的叫墓质 所以学碑的这个朋友们 一定弄清这几个关系 有碑有结有墓质 我们现在看的应该准确实施的结 但是大家习惯于称呼碑 因此我们也把它命名为碑 大家先看 这里边的内容 是记载了我的先伯父 田启山 我的先父田应庭的生平事迹 因为他们都是古曲名家 所以把他们的纪念碑 就立在了天津市的永安公墓 大家看一看 左边的碑文 左边开始起 这是我先伯父 天启山的这个世纪生平 左边的这个碑文 是由我来撰文 由我来书写 右面 我父亲的这个碑文 撰文者是我 书写者是我的胞弟 田应庄 我们哥俩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兄弟两个人 为老一辈的兄弟两个人 来树碑立传 大家看上边 这有七个大字 这个曲摊天山二仙碑 这七个字 是著名的书画家 范增先生 提写的 这个碑额 因为 上面应该是书写传书 因为范增先生擅长于兴书 所以我们就特别 特别的请他 用兴书体 写了这样一个碑额 这个碑啊 说是碑结 也只能是说 是广义 因为它是个坡度 结应该是直上直下的 叫结 但这个碑呢 是有一个倾斜度 是为了 把字迹 写得更多一些 所以直上直下的呢 它就显得短小一些 因此 因为碑高不能过两米 所以让它坡度一些的 从视觉上 也应该感到很舒服 另外呢 从整体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这应该说在 碑结当中 我和我的弟弟英章 也算是一个创新之举吧 跟大家再说一下呢 这个碑长 就整个的宽度 大约在 三米八左右 整体高度 再两米 左右两端 有我和我弟弟两个人 我们两个兄弟和书 买人一个字 一个字这样写的 一幅对联 中间用的是砍书题 左右两边用的是新书题 大家不仅要问 介绍这个碑文干什么 要宣耀你天使家族的书法业绩吗 不是 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次到永安公墓来录制这个碑文的一些情况 是和前面我们到西安碑林结合起来看一看碑上的一些个知识和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到西安碑林之后大家看到的 比如说黄甫弹军碑 欧阳寻险 九成功李全民碑 欧阳寻险 多包塔碑 是 阴丽清险的 但是你感到吗 从网上效果看 你却看不清楚自己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 这个立碑时间太严谨 诗碑的风化 波落 以及后来垂塌 人为和自然的破坏 使得碑文 面目一似浑影 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 在碑的前面 尤其是国家的一级文物 都照上了有机玻璃 所以当我们拍摄的时候 无法去掉有机玻璃 所以拍摄出来反光 给你看不清楚碑文 我们在这里 能看到这个碑文的话 就能看清楚了 究竟这碑刻过程 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看一看 这个字迹 是用刀 两面下刀 刻出来的鸡鱼背 这是中间的那些文字 它应该是熬进去 而两边的这个对联 它是鼓出的 效果是不一样的 中间的这种刻法 是历史上的传统技法 刻碑的这个人 就是天津的 很有名的能工巧匠 他叫赵万一 我们先把这个碑的情况 介绍给一下 然后再把碑文的内容 向大家略做说明 各位网友 刚才那田老师 把我身后这种碑的 大致情况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请到田老师 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踏碑的过程 以及踏片的形成 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碑石的踏片 形成的过程 因为技术性很复杂 我们简略向大家 做一点介绍 一旦那个碑 它刻历成功以后 那么就由能工巧匠 给它进行踏片的 这个印制过程 那么一般的说呢 就是先把这个碑石啊 用水把它印湿 均匀的印湿 然后用相通大小的宣纸 覆盖在上面 然后因为它湿了 宣纸敷在上面之后 也就同时因湿了 因为用棉纱袋 或者棉纱团 然后一点点的 往这碑上拍 拍的时候 就是把宣纸 一直拍到这个字缝里去 拍进字缝之后 拍均匀了 然后再用墨 也就用这个布袋 粘着墨 一点点的拍在杯的表面上 这样的话 拍匀之后 再把它晾干 从中把这个踏片拿下来 大家看到的就是 白字黑地 这叫做原石 这叫做原石 原踏 如果把这张原踏 再重新复制一个碑 再刻一个碑 在那上面取下来的踏片 就叫做翻刻本 或者叫做重刻本 那个就不值钱了 另外一点呢 就是原踏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见到红色的踏片 才叫做原踏 为什么呢 因为最早 古人写字的时候 写在碑石上 是用朱砂写下来 用心笔 沾着朱砂 写在石头上 然后再用石匠 把它刻在碑上面 刻以后 虽然不再建朱砂了 然而踏碑的人 第一次踏的时候 必须用朱砂踏 也就是不用末踏 把纸均匀的拍在上面之后 然后用这个纱布 或者其他的一个软性的 一个棉布 一个袋子 然后沾着朱砂 拍在上面 所以第一个踏片下来之后 是红色的 这种红色的踏片 是第一次踏碑的时候 必须用的 这是传统的一种方法 因此叫做处女踏 而我们后来 这些个书法家 有的人就不再 搞这个过程 就直接用末踏 所以出来的踏片 也是黑白两色的 这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 这个踏碑的常识 技术性的东西 有很复杂的过程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谈 下面我们就请田老师 把原石的踏片 拿出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是我伯父 这一面的碑纹 因为纸张啊 没有这么宽 所以就临时的呢 用两张纸 把这个 这个碑纹 踏下来 这样一个踏片 大家看到的这个踏片 就是 原石 冤碑 原踏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呢 右边 右边的这个 我父亲的这个 碑纹的踏片 没有在我手里 因为它是我弟弟写的 所以这个 碑石的原踏呢 就在我弟弟 天英章手里 将来呢 大家呢 能看到 我和我弟弟 分别写的两本 天英章末继选 天英章末继选 所谓的作品集上 都有这两个 原踏的 这个影印件 今天我给大家看到的 是我先博父 天英慧起山的 这个 原石原踏 这个 大家看一看 知道 这个字笔 非常的清楚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这个 折概物 大家看得很清楚 有关 这个碑纹的内容 和一些书写碑纹的 一些技巧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留到下一集 再和朋友们谈谈 各位朋友 咱们今天向大家 介绍一个商字 这个商字呢 我先写出来 大家看看是哪个字 这是有一位网友提出来 要求把这个字啊 作为一个字例 向大家介绍一下 本来是个 十分生僻的字 甚至有些 温化低 水平低的一些朋友呢 还不一定认识这个字 但是我们写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讲一讲 为什么把它列入字例当中来 啊 这个商字 这是有一定的议题性的写法 它的这个 繁体字的规范写法呢 应该是这样 和约 Ο 是这样一个 十分生רך之后 这个商有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商子 商子就是少年时期 很小岁数 少年时期就死亡的人 叫商子 一个解释就是国商 国商就是为国捐躯 为国而死的英雄 这两个含义在里面 我们现在不讲后面这个意思 讲前面这个商子 商子 我们在看兰丁序 汪熙之的兰丁序当中 有这个商字 这个商字 他原文上是说 其鹏商为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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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篇 其鹏商为妄作 写的这时候 大家注意 我有时候就是这段 非常激性的这么一写 有时候就写错了字 这是 还不是偶尔出现 因为什么呢 因为写字太多 包括说话 有时候就口误 写字 有笔物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前几集 还没有朋友提出来 我已经感觉到了 就是写的这个 小楼 那个 一夜听春雨 身像明朝 卖信花 我嘴里说着卖信花 应该是这样 卖信花 可是 随着说着卖 结果 我印象当中写成了买 那么 身像明朝 买信花 那就错了 小楼一夜 听春雨 身像明朝 卖信花 顺便在这 也纠正一下 这个 其鹏商为妄作 当时是什么意思呢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彭祖活了八百岁 彭 应该是这样写 王羲之写的时候 把这一笔写长了 这样过来的 其鹏商为妄作 这个 王羲之认为 彭祖活了八百岁 长寿者 那个些个少年死的 几岁或者十几岁之内 就死的 成为伤子 那么有人认为 你活八百岁 最后也是死 你活了几岁 死 也是死 人早晚得有个死吗 就是 曹操的短歌行李说的 神归虽寿 又有尽时吗 你活多的岁数 你多么长的寿命 最后总有个死吧 认为呢 这个 彭祖和这个 这个 这个彭祖和伤子 从智上看 是一样的 只是量上看 有长有短而已 那么 王羽之认为呢 这是 瞎说 所以两句话连起来 就是 其彭伤为妄作 这个 以死生为虚淡 以死生为虚淡 我们暂时不说了 也是这个意思啊 就把生和死啊 看为 是一样的 那是虚妄的 也是虚淡 最后他讲的 这个伤子 就这个伤子 那么大家说 这个伤子不是 常用字 把它拿出来 要说明什么问题 一是为了 满足这个网友的 这个要求 再一方面呢 就是向大家说一下 我们讲解这个伤字 它的主要用意 是在右边 就是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把这个 讲解给大家 因为很多字 都有右边的这个 这个写法 啊 所以呢 我们向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写法 另外呢 这个 左边这个 好歹的歹子 严格 严格意义说 凡是有这个偏旁的 都跟死亡 多数有关系 多数啊 有关系 我们顺便 把这两方面的知识 介绍给大家 这样写的话 汪西芝通常是这样写 注意看 笔顺是这样的 然后 这部架片 有时候或者挑个勾 是这样 再看 是这样写 也有时候 直接写一个片 这样写 比如说列子 这是汪西芝通常 这样写 这是一种笔顺 再有一种笔顺呢 就是写完这一横之后 写片 然后这样写 注意呢 就在这个地方 是怎么过来的 要注意 欧阳荀 写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怀疑 他是这样过来的 写了一个品 没有完 就点了一个点 然后这样过来 我们怀疑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写都对 是这样写 也对 是这样写 也好 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要知道 有这两种写法 这是左边的这个片旁 右边呢 上面有扁人 下面这样写的话 也可以 但是记住 比我们通常的规范写法 少一横 因为规范写法 在这地方还要加一横 是这样 后面这样写 而卑帖当中呢 写这个字的时候 经常是这样 点一个点 这加一长横 单念这边就念阳 这是一体字的阳 就是太阳的阳 单念它就念阳 凡是长横的 就代替了 这样一个简略的一笔 就是这样一个写法 凡是一字 容易的一 就没有里边这一 没有下边这一横 直接在这写 这是大家千万不要混淆的地方 所以在拼音当中 右边发是发这个一的音的 都是一字 比如说警惕的T 啊 金印冲 而且兮的时 包括容易的一 右边都发一的音的 所以这一本字呢 都是应该早一横 而写成一个容易的一 这是 翻译겨 这边发嗡的音的 那么必须加成一个长横 比如说太阳的阳啊 受伤的伤啊 包括这个伤子的伤啊 酒伤的伤啊 成酒那器皿 饺子旁 这边也是这个形体的 这都是要写成长横 因此大家注意这个字 千万不要混淆弄乱了 而位碑当中 有些地方就把义字和阳字 就右边这个地方 就混淆了 那就是位碑当中 在当年缺少文化的原因 所以有人对位碑总有歧视 就是因为他在 有些错别字太多 并不是一体字 当初就有很多人写错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 再要说的就是 单写这个 大家明白了 是要这样写 上面加上一个扁人 底下再加一个阳字呢 它就用一个T型的来代替 点一个点 上面又简略了一横 又省着了一横 应该是下面还得有一横 把这一横简略了 然后就直接这样写过来 但也有写个T型之后 写两笔 也就是两个横画 这不是T型吗 然后一二 再写一个这个 跟大家说 这两种写法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 包括直接写完 有扁人之后 下面就写个日子新 也没有问题 大家知道有这种写法 就是了 但是务必要增加这长横 不然这右边 就不是个阳的 昂的发音了 注意 好的 我们把这个字凯述 再向大家写一遍 这个左边偏旁 我稍稍变化了一下 就是这个字 这种写法 基本属于古培铁当中 最常见的 介绍一下欧阳荀 对这个字的结构当中 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个字 就是单写这个阳子的时候 注意看 这一笔是斜式的 向右上方康间 斜式 然后这笔写完之后 这个地方向下倾斜 所以他就写着险决 其他的书法家都写得很端正 比如说这一笔 他写得很平 这是平的写的 然后下边写的还是在平 我们从这就看得出来 这两个地方只是平行 欧阳荀用笔写决 在结构上 非常讲究 也在这个地方 写完这个地方之后 这笔斜式向上 然后这笔下了之后 这笔斜式向下 而从中找他的平衡 真像一个登山运动员 特别在齐险之处 寻找平衡 尤其让人拍案叫绝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字的新书 向大家演示一下 这还是笔顺是这样过来的 然后 这必须有楷书的基础 行书写起来 才能运用自如 大家注意这笔写完之后 这笔尽量直一点 但是稍稍有一点弯度 看一看 汪西施的蓝亭序 就是七鹏伤未忘作的伤字 大体是这样的 下边这个转折 要注意写的轻巧而自然 就是这笔边 写完这个之后 在这 要非常轻巧自如 如果写的过于僵死 那这显得就不飘逸 不潇洒 再来看一下这个字 新书的写法 注意看 这笔这样拐过来 这笔是这样过来的 再看一下 这么斜式 往上一挑 然后这笔 基本上是个直的方向 但是不能太直 它就有一点弧度 不是写完之后是这样的 不是的 是写完之后 这样的弯一点 然后向上挑起一点 看来这点话很简单 写起来你便知道 很麻烦 你想十次八次 把它写成功 我想一百次 如果你能写成功了 你就是个天才 我们下面再看一看 这个字 完整的完整的写法 也可以这样写 但是我还是提倡 像王熙之这样写 这样写 比较好 看看这个字的草述写法 草述写法 这方面就变成这样一个写法 注意看 这样一个写法 这个角丝旁 在草书当角丝旁也是这样写 所以有时候这一种写法 代替好几个偏旁部首 因此我们的写处注意到 这个字应该是这样写 包括比如说特殊的书字 比如这个字 也是这样写 这就是书 那么这个草字 也是这样的一个偏旁 注意看 这边是这样 我们之所以要把右半边 更多的介绍给大家 就是说 比如说受伤的伤 伤害 这个伤字 也是这样 他和这个右边这个义字 写法在草述也不同 这是义 这是上边有这个贬人的 义律 右边有这样写 但是这个义字 比如太阳的羊 这边加一个 这样一个耳朵 这就是太阳的羊 所以上面加一横的这个 再拐过来 这种写法 就是单为这种写法 这个星体准备的 所以这两边写起来 千万不要混淆 好的 我们再把这三个字 向大家演示一下 我所说的三个字 就是三重书体 不同的演示 就是凯树 就是凯树 我们来看 看新书 草书 有时候草书写下来之后 优丝可能会多一点 大家看 这个地方转过来 转过来 但是一切自然得美 比到那了 怎么写都是对的 你已经到了就可以了 没有拐过这些个 这些个勾回 或者是一些圈颜 就写得很简约的 这样也好 对吗 这样也很好 简约也很好 写出花丽来 但是这些花丽 千万不要魅俗 然后感觉很平气 很讨厌就坏了 我真的向朋友们说一句 就是写字 写到不讨厌的时候 就是高境界 我们现在看外边 很多的现在这个 有相当知名度的一些书法家 所谓书法家 写出字来之后 看着那么花拳绣腿 交如造作 好坏性不说 你感觉很讨厌 多的写字写出之后 人家感觉不讨厌了 我想 这已经够一定境界了 说的容易 做起来相当的难 请看下来 谢谢你 有什么事 我可不讨厌 我可不讨厌 你知道吗 你感觉不讨厌 我可不讨厌 你感觉不讨厌 你感觉不讨厌 我可不讨厌 你感觉不讨厌 你感觉不讨厌